这个老头是真牛逼 被一万人包围却毫不畏惧 还摆开架势想和对方碰一碰 就在刚刚 加藤找到了多利安老巢 在多利安做好战斗姿态后 加藤整个人都被吓得冷汗直冒 他只能安慰自己对方是在虚张声势 随后拉过旁边废弃的油桶 狠狠一脚踢向了多利安 可下一秒多利安却以更强悍的力量将油桶踢了回去 这一刻加藤才意识到对方究竟有多强 他跳起来想踢多利安的头部 但结果受伤的却是自己脚掌 就在多利安嘲讽加藤时 他突然抬脚将血液甩向对方的眼睛 可这对惊艳老道的多利安来说毫无用处 趁加藤视线受阻之际 多利安狠狠一拳砸在他的脸上 加藤整个人被打飞镶在了墙里 此时的他已经清楚知道自己不可能获胜 但神星会的荣誉却不允许他退缩 见到这一幕 多利安也认可了加藤是个优秀的战士 加藤依旧率先发起进攻 面对这一脚 多利安微微歪头就躲开了 紧接着加藤伸出手指戳向对方的双眼 结果却被多利安用额头抵挡 无论他怎样进攻 多利安都能轻松招架 并且还抽空掏出腰间的酒瓶给对方来了一下 不仅如此 他还用酒瓶狠狠插入了加藤的面部 然后用力一转 鲜血顿时就喷涌而出 多利安一边唱着歌 一边暴打重伤的加藤 最终过于渴望胜利的加藤 中了多利安的催眠术 在梦境中他打得多利安哭爹喊娘 但这一切都是创造出来的幻想 加藤还想用天蚕丝偷袭 可多利安却并没有给他机会 直接用纤维线将其割喉 但众所周知 在刃牙这部动漫里 只要不是掉脑袋都是小伤 这副模样的加藤并没有死 第二天早上 烈海王正在神星会的道场内训练 只见他握拳用力一阵 身上的汗水就散落到了各处 随后他走到沙袋面前 正准备进行力量训练时 他却突然感知到了什么东西 烈海王用手劈开了沙袋 重伤的加藤终于被发现了 见状烈海王急忙把他送去救治 神星会对此群情激愤 克斯在台上念了半天加藤的伤势 而这才只是其中的一半而已 为了给加藤报仇 克斯发动神星会的一万名成员 将多利安的通缉令送到了全国各个分部 只为将这个卑鄙的老头找出来 到了晚上 多利安乔装打扮去饭馆吃饭 多利安索性起身准备离开 但他刚走出餐厅就被几十个人拦住 这些人并没有动手 而是任由多利安教主一辆出租车 原来司机也是神星会的成员 确认了对方的身份 多利安准备用纤维线干掉他 可还没等他动手 周围的车子就全靠了过来 他们都是神星会门下的会员 客车 卡车 大型车 小型车 甚至还有警车 消防车以及救护车 看到这一幕 多利安果断收起了纤维线 他现在只能跟着对方的节奏走 当他走下出租车 数千人就围了上来 面前是神星会下属机构管理的一个游乐园 里面已经有人在等着多利安了 可他却没有立即进入 而是脱下伪装向对面的数千人发起了挑战 尽管神星会有数千人 但按照会内的规矩他们不能以多欺少 于是出租车司机率先进攻 可二人的实力完全不在一个层次 多利安只用单手就轻松挡下了攻击 随着他一脚踢出 出租车司机当场就被打得倒地不起 这一刻多利安仿佛化身战神 和数千人对峙却丝毫不落下风 看没有人想和自己交手 多利安果断转身踏进了游乐园